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就有做過一次好漢玩字節 那時候也是以人生紀念品作為題目 用平面設計的方式去選出了一些 人生重要階段的物件去進行優化 這次雖然也叫人生紀念品 但其實並不一定是要這麼具體的講一個物件 可能是一段回憶或者跟寵物的關係 或者是記憶中的味道 邀請了十位創作者撤出十個區域以外 總共有四十幾位一起參與 每個人的節日或者是紀念日都一定跟花有關係 回憶裡面媽媽出席重要場合的時候才會回絲巾 我覺得這是一個紀念的物品 所以我把花跟絲巾融合在一起做這次的作品 人生紀念品 就像大家常常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時光膠囊飽和的概念 那我們選了二十四組人 選出他們人生目前為止的三到五個值得紀念的物件 分享了裡面的故事 所以大家看展的時候可以來仔細閱讀 也訪談了四組與寵物之間的故事 以感性的語言去重新做出對於 像寵物的相遇到死亡的值得紀念的物件 然後也把人生裡面常常得獎比賽獲得的獎盃做了一個轉換 就不是從比賽項目裡面得到 而是給予家人或朋友或自己的肯定 我想像整個展場是一個家 所以中間有一棵大樹 樹的感覺其實就像族譜 慢慢長出去越來越多人繁茂的感覺 在家裡面你可以把你平常的收藏 或者是書籍或是物件 然後通通可以放在這個展示個人畫的家具 展現出個人強烈的特質 然後也取樣寵物的花色 應用在服裝上面 也保留了主人原本的穿搭風格 營造出一種跨物種雙胞胎的感覺 這次展覽除了大展品以外呢 其實還有加入音樂 然後也將味道視覺化 做成禮盒包裝 打包大家家鄉裡的記憶中的味道 希望大家透過人生紀念品 可以想到自己的一段故事 也可以想到自己人生值得紀念的時刻 享受每個過程跟把握當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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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